董事長,執行董事,營運長,還有各位嘉賓,各位長官,還有所有國會世界的家人們,大家好,我是投資一名項目的負責人,文俊豪。 那先跟各位報告一下,就是目前投資一名的項目,我們有義大利,還有希臘,然後華爾瑪圖,跟馬爾塔等等歐洲線的國家,我們投資一名其實是服務有一定資產的客戶,讓他可以在這些投資的有限投資條件裡面,將資金分配到其他國家, 然後跟其他國家的這個他們當地的有限制的條件下,去做一個分配資產的投資。 那今天,歐洲線的話,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,義大利的投資方案。 為什麼會想要選擇就是義大利的部分,因為他的門檻很低。 其實他只要,最主要有兩大的優勢,給大家看一下。 他申請是非常快的,他只要你申請遞交一個月,他就大概申請出二到四個月之後,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簽辦的手續。 那他是用購房的方式下去做移民,那他一次會有兩年的長期居留卡的權利。 你可以進入他們深耕國,有這二十六個歐盟國家,全部都是免簽的。 然後是利用房產,你要購置二十五萬歐元的房產。二十萬歐元的房產大概是多少人民幣?大概是不到兩百萬人民幣。 只要也約末九百萬台幣。 那以歐洲國家,義大利最主要的話是,有兩個部分要跟大家優勢介紹一下。 第一個是教育。教育的部分呢,他們從義大利國家,從幼兒園一直到高中,甚至有一些部分的大學,全部都是免費提供。 學費的部分全部都是全面的。 然後,大家都知道義大利是精品王國。 所以,如果你的子女有行銷,或者是管理,或者是對設計類有這方面的,想要往這方面發展。 其實首選就是義大利。 那第二個就是醫療。醫療的話,大家知道義大利是全球第二大的醫療王國。 他們的醫療體系是非常完整的。 所以,我們說在那邊小病,你如果已經取得那邊的俱樂圈的身份的話,原則上,他那邊會配一個家庭醫生給你。 那我們說,如果小病就是有家庭醫師去做諮詢,那如果你需要到大醫院去做檢查或是手術的,你的家庭醫生,屬於你自己的家庭醫生,都會追蹤到大醫院去。 然後去追蹤你的病情,然後追蹤你所有的身體健康狀況這樣子。 那目前呢,以歐洲來說,其實整體經濟,福利條件,這些生活水平等等。 其實目前來說是以義大利,他們是首選。 那因為移民過去的華人,在那邊開企業的,目前統計到2010年,其實也超過有5萬個企業在那邊是華人開的。 那如果說,大家想要,可以看一下,大家如果想要對後續,對義大利有,有想要領先不了解的資料,可以跟團隊的領導人去做個資訊。 我們可以看一下PPT上面的 意大利的房屋產的照片 這些就是我們在意大利房屋的照片 那你如果跟我們去做個報名的話 可以有一個賞務團 那賞務團會以小團隊的方式去進行 然後跟當地的顧問 然後去做一個接洽 然後會帶你去看房子 然後所有的流程都會在整個流程內 都會詳細的跟有需要的人解釋這樣 那我的報告在這邊 以上謝謝 謝謝溫負責人 接下來我們邀請 虎貴世紀科技教育有限公司 台灣區負責人陳立肯 陳負責人登台 有請 我也是 各位 高森 大家 我們